接下来这个秋天呢 气温可能会比以前暖和一些 雨量也会比较少 气象局表示了中南部可能会有枯水期的状况发生 另外要注意 9到11月秋台平均每个月会有一到两个 至于9月8号中秋节当天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哦 能不能看到月亮 还得要观察 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 今年暑假特别热 台风特别少 甚至罕见出现8月舞台的状况呢 中央气象局表示8月虽舞台 但未来9到11月秋台增多 每个月会有一到两个台风轻台的可能 9月以后我们看西北太平台风 荣有活药的机会 就是台风生成素 还是有可能在气候平均之上 而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这个秋季气温会比以往偏暖 雨量偏少 甚至中南部会有枯水的现象发生 中南部10月之后 就算是进入气候上的枯水期 所以我们在用水调配上 必须要注意节约用水的问题 另外9月8号中秋节即将来临 但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想看月亮恐怕并不容易 需要预期会有一些北边的系统的影响 如果刚好是在空档 我们可能会有好天气 能不能看到月亮 气象局还要评估 但未来一季 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 提醒各界善用水资源 记得吴品一 卢一红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